今天勇士和辉雄的比赛 这场比赛库里和小佩顿的发挥确实出色 连续在关键时刻得分 帮助球队拿下了最终的胜利 他们两个就是最大的功臣 不过在赛后 其实格林满是无奈 其实也没有办法 毕竟最后时刻连续出现两个失误 如果没有这两个失误 可能勇士早就锁定胜局了 所以在赛后 格林满是自责 一直都在看向统计 当然总的来说 格林的发挥其实还算可以的 只是最后时刻出现了巨大的瑕疵 但库里就有点累坏了 赛后一直都在气喘吁吁 因为最后几分钟 库里始终都在连续的得分 他的爆发是勇士取胜的关键 最终库里全场比赛打了37分 也是勇士出场时间最多的一个球员了 随后库里还拥抱了莫兰特 毕竟他怎么也算是灰熊的招牌人物 此时小佩顿是一大焦点 要知道在库里拥抱的时候 小佩顿整个神态都是凶神恶煞的存在 可能这一场比赛直接将小佩顿的自信心给打出来了 全场比赛小佩顿22分 而且还有16中期的命中率 他已经完完全全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这对于勇士整体深度会是巨大的提升 科尔这边就比较淡定了 不过这场比赛科尔一直都在坚持用齐奥萨 这险些造成了球队输球 也幸好格林连续两个失误的情况下及时暂停 这也让勇士稳住了局势 反正就目前的趋势来看 缺少大将的情况下 勇士的统治力还是极为出色的 谢谢大家